5月6日 中国科学院南京第一次古生物研究所在南京公布 中国科学家参与研究并发现了寒武器大爆发的蜜月 认为氧气是最关键的开关 发生在5.4亿年前的寒武器大爆发 是生物演化史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现生动物的绝大多数门类在很短的时间里突然出现 奠定了生物演化的基础 究竟是什么控制着寒武器大爆发的发生 被科学界视为寒武器大爆发之谜 也是当今演化生物学和地球科学 共同关注的重大基础前沿科学问题 当天上午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研究员朱茂岩向媒体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 地球上生命40多年前的开始就出现了 它一直维持一个非常低级简单的状态 肉眼看不见的一种状态 复杂生命 它经过了差不多40亿年演化才出现在地球上 是一般的进化理论和过程很难解释的 所以把它称之为寒武器大爆发 它发生在5亿到6年前后这个时间段 据朱茂岩介绍 该研究论证了动物的寒武器大爆发的阶段性过程 受控于大溪和海洋的氧气含量变化 而发生在距今5.14亿年左右的寒武器动物群 大秘诀事件 是由于海水缺氧造成的 通过综合研究 科研团队得出结论 氧气的含量变化 控制着寒武器大爆发的目视过程 他说我们未知啊 人从哪里来啊 生命从哪里来啊 我们可以从那个岩石里面 成绩物里面 来追踪当时的海水的氧的含量 和大气氧的含量 那么我们这次用的是碳和硫通微素的办法 测出来以后 然后通过计算 氧气的含量的多和少 影响了大爆发的这个规模和过程 氧气增加了 动物多样性就增加了 爆发的速度 动物这个汉外大发的速度就增快了 减少了 它就大发的就减弱了 这就是我们看到 汉外大发过程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 现在大气氧的含量 目前是维持在21%到22%左右 现场 周旺言也向记者讲述了一块 发现于西伯尼亚的化石奥米 它这里面是从海水 直接沉积下来的这种矿物 所以呢 它当时富含的这种地球化学信息 就化学信息 就是海水的原始的海水信息 我们通过地球化学方法 实验方法就能把它 恢复当时的古海水的信息 此次中英俄合作团队 由来自中国科学院 南京地质古城武研究所 南京大学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逆兹大学 南卡斯特大学 牛津大学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的科学家组成 相关成果于2019年5月6日 在线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 此刊自然地球科学上 溜津大学